我們人氣哪有槍啊 我們人氣 已經第二名而已 我們有拿人氣槍 對不對 記者會一開始 一人吳宗憲就提金鐘獎的事 畢竟這回 雖然得了綜藝節目主持人獎 但和一G級徐靖節目主持人獎 擦肩而過 還講了這句話 暗酸得獎人曾國成 我就從來沒有做過 那麼輕鬆的節目 一字千金 先不要 先不要 雖然一旁 丞翰迪顏 露露趕緊阻止 但已經掀起軒然大波 金鐘58節目類評審總召 李錦白就在臉書發文說 扁低對手的批判方式 是政客的手段 不該是我們同業間的辯證方式 但吳宗憲似乎還是認為 意志與實境節目 應該分開班 我們都實境節目 團隊來個意志 我們的節目難道是弱智嗎 我們的節目也很意志啊 完了 標題 完了 開始動手 完了 完了 這不太怕這個 可以提出來討論嘛 或許另外兩位主持 其實昆達跟KID真的比較遺憾 透露吳宗憲展現了大哥風範 我覺得那天蠻感動的是 憲哥半夜的時候 突然拉一個群組 拉我跟達達變一個群組 然後在那邊關心我們 對 擔心我們兩個 就會不會太難過這樣子 要放出來就是 頭條大概15天了 韓華要一起努力 只是人氣節目獎 也被對手饑餓遊戲拿下 這點吳宗憲倒是很開心 我也是我們綜藝節目 投票的一個民情人 我們輸了我們都覺得很開心 至少今年的人氣獎 到我們要公佈之前 整個熱鬧度是非常有的 確實各個節目努力催票 大家都很拼 才是每個這產業裡的人 最樂見的事 TVBS新聞黃俊奎 和家長巡天新聞小組 台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